有一天蔡依林又哭了上熱搜 蔡依林覺得發生什麼事 估計應該是對什麼東西很感動吧 我只想結婚了 嗨 我是蔡依林 我今天要做的是 樂於視頻手撕 熱搜 叫粉絲過來 粉絲叫我過去 搜蔡依林 相關微博 蔡依林更能接受 宅10天還是10天不洗頭 10天不洗頭有點可怕 我頭可能會癢到瘋掉 我最高紀錄 都不出門大概3天吧 能躺則躺 像那個沒有骨頭的人 能躺不坐 作為青春有你的導師 會有多嚴格 我其實不是裡頭最嚴格的 裡頭最嚴格的是張屁丁 先把他拉出來 然後以他的標準 我想我應該是非常的溫和 未追劇 做過最瘋狂的事是什麼 最近追 鳳慧小跟瀑炮劍的男朋友 把自己幻想成女主角 所以我正在練來 我喜歡給我陽光氣息的訓練生 比如說他在表演的時候 會讓我情不自禁的帶著微笑 不要太有攻擊性 對那些被催婚的女星 說一句想說的話 一定要找到自己最喜歡的 大眾說什麼都是屁 千萬不要為了結婚而結婚 別管他們好嗎 說出最近學到的飯圈 可愛擔當 言之擔當 智慧擔當 叫我 女騙子 被蛋糕耽誤的歌手 都蔡依玲想說相關微博 男粉絲對自己大喊 你給我過來 蔡依玲想說什麼 我這就過去 很容易被慫恿有沒有 有一些很熱情的粉絲 會用不同的招式 吸引我的注意 我覺得挺好玩的 我也很喜歡這樣子的互動 藤哥爾版日補落 蔡依玲聽見想打人 蔡依玲想說 欸我不會耶 我覺得超級酷的 我什麼 我 他有一個 我要送你 很重的bass 然後有一個動音對不對 我 我 他讓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整個人都振奮的起來 我會一直在聽幾句 才能夠再唱 蔡依玲的粉絲是 鬼畜界選手 是什麼意思 挺好的啊 挺有創意的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幽默的人 我挺以他們為榮 鬼畜界選手 蔡依玲和羅志祥是黑粉之己 蔡依玲想說 我想羅志祥太想變成我 每天跟我比美 我覺得我獅子座的圈內的朋友 都特別讓我開心 她是一個非常心思細密的人 只是在比美這件事情 我們就是不分上下 要參加一檔打麻將的真人秀的話 我最想和誰一起 吳君如 周星馳 還有 黃柏 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就想到他們 可以再來那個 立姑立姑新年才的第三集 和其他導師成團 覺得大家都是什麼擔當啊 PD的話應該是 嚴格擔當 艾浦傑妮應該是 我不知道她給我感覺很像熊貓 熊貓的可愛 所以我說她是熊貓擔當 維陽靖老師 語言擔當 我就是漂亮擔當 小八就是暖男擔當 宇永浩就是 小眼睛擔當 好奇怪的組合 有一天蔡依玲又哭了上熱搜 蔡依玲覺得發生什麼事 估計應該是對什麼東西很感動吧 我就是想結婚了 哈哈哈哈 因為拿她出來 被男粉絲當做女票 介紹給媽媽 她一定會 我會說這男粉絲非常 非常有膽量 我可能會一起嚇嚇她媽媽吧 阿姨 我是 呃 女兒 剛認識的女朋友 最近發信專輯請買一張 哈哈哈哈 阿姨想說 是詐騙集團嗎 哈哈哈哈 如何回應蔡依玲相關微博 作為時尚天后宇曾經是土味女孩 我覺得 不同年紀的我喜歡的東西不太一樣 價值觀也不同 也許 現在我看到我20歲穿著 自認為很美的東西 我都會震驚一下 這就是不同年齡做不同的事情的階段性 只做蛋糕但是不吃 我其實會吃 如果是別人做給我的蛋糕 或是我去買的蛋糕的話 我可能就會吃的比較多 自己做的蛋糕的話 我可能會淺嘗一下 看那個甜度夠不夠啊 鬆軟度夠不夠 單純自己做的確是希望可以 好好的做造型 身高1米6但氣場2米8 老實說我身高1米8 我 自己45度160 氣場的話 我有時候 就在舞台上 感覺到這一種能量吧 玩得開心的時候 我的氣場可能就會特別高吧 蔡依玲的唱功被舞蹈實力壓下去了 我的唱歌跟跳舞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我並沒有刻意要讓誰壓過誰這樣 我希望是都可以很平均的在舞台上展現 因為這樣子的我最有魅力 我的熱搜撕完了 你有更了解我嗎 想要更精彩 請關注 樂與Video 微信搜索 新朗娛樂